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例子 都是说N1大于NO 那我很快的跟同学讲一下 很快的讲一下 另外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况是 一样在我的卡式坐标系统里面 X Y Z 有可能有自己的经格长度 那我目前仍然假设在X方向跟Y方向 经格长度都一样 叫做A 但在Z方向呢 经格长度C 比A来的长 所以同学问一下自己 这个时候如果有个电场 它偏正方向在Z轴的方向 就是在C的方向 同学现在应该知道 这个C 为什么光轴叫C轴 C axis 所以即便在这种晶体排列下面 只要光在Z方向 还是只会看到同样一个折射率NO 所以光轴仍然是Z轴 好 所以帮同学写出 Z轴仍然还是光轴 但是呢 电场如果现在震动在Z方向的话 D Z 电场如果在Z方向震动的时候 它感受到的晶体排列密度是比较疏的 所以它看到一个N1 会小于NO 我用蓝色来表示NO 抱歉 我用蓝色来表示NO 我用蓝色来表示NO NO 那如果电场在X或Y方向震动的话 都会看到NO 所以现在我想同样的步骤不需要重复那么多次 那我很快的就把这种特定情况的晶体排列 它的normal surface三个剖面的图 直接画给同学看 好 这会比较快一点 YZ 如果正好在Y方向行进 我还是会看到NO跟N1 但只是大小颠倒 好 我现在可能是 NO比N1来的大 所以N1会在里面 但是K如果在Z方向 同学现在要有概念喔 Z轴就是我们的光轴 什么叫光轴 我不断强调 当我的波在光轴上面行进的时候 不论你的偏正态是什么 只看到一个折射率 叫做NO 所以对于Oray来讲 它的连线仍然是一个圆 我知道我画的不怎么圆 请同学见谅 对于Eray来讲 Eray 什么叫Eray 只要我的电厂会有一些落在光轴 也就是Z轴上面的成分 它就叫做Eray 然后它的折射率会是角度的函数 好 两相比较 这种材料 它的椭圆被包在一个圆里面 对于光轴方向排列比较密的材料 它的椭圆是把圆包在里面 这是两个完全截然不一样的结果 OK 好 很快的 我们可以画出KX跟KZ 两者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基本上会有个大圆 是NO决定的 里面包着一个椭圆 同学现在想到那种大饼包小饼 N1 大肠包小肠 前面两个很简单 第三个比较难 同学自己画画看 想想看 给你们15秒钟 K 抱歉 这里写错了 XY平面永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平面 同学要建构XY平面上面的 normal surface的剖面图 只需要从前面两个来看 在Y方向有N1比较小 NO比较大 在X方向有N1比较小 NO比较大 好 所以不管怎么样 每一个方向都是会有两个折射率 NO 每一个方向都有两个折射率 N1 N1 所以这样子会强迫我各个角度的连线 基本上还是两个圆 所以对于这种晶体来讲 它在逆着光轴看下去的时候 逆着光轴 所以这是我的光轴现在是垂出纸面的 仍然看到两个圆 但是呢 只是 NO N1个大小 互换 跟前面讲的晶体而已 正好对调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同学 基本的定义 基本定义 N1大于NO的时候 就叫做positive N1大于NO 也就是我们在光轴方向排列比较密集的 这种晶体排列 它会造成N1比较大 所以它的专有名词叫做正的单轴双折射晶体 如果是N1小于NO的 同学很聪明就知道 negative 负的 负的 单轴双折射晶体 到目前为止 我是很快地从围观的角度 用画图的方式 来教同学 双折射的来由是什么 是因为晶体排列上面会有一些些不规则性 某一个特定的方向 晶体排列的密度比较高 那边电场振动的折射率就变大 如果某一个特定方向排列是比较疏的 那电场在那边振动 折射率就会比较小 然后我现在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normal surface 同学要怎么去看光轴在哪 只需要看哪一个方向有单一个折射率 这个方向就是光轴 K 假设是这个黑色的方向 会有两个折射率 那绝对不是光轴 只有在排列比较诡异的那个方向 会有一个单一折射率 那就是我们的光轴 所以光轴就是 在这个特定的方向上面 不论你的偏正态 落在跟传递方向垂直的平面上的 任何一个角度 都只看到相同的折射率 所以不管对正的晶体 还是负的晶体而言 光轴的定义 都是一模一样 在这个特定方向上 只有一个单一折射率 NO 好所以我们现在利用MATLAB 这个软体呢 简单的写了一些小小的code 那这样子就可以画出来 我们要介绍的normal surface 所以我这边是要用一个真正让同学看得到的长相 来了解normal surface 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 好 这是我们之前在白板上面画过的 假设是在ky 然后这是光轴 光轴 那同学可以看得到现在呢 我有标注是一个positive crystal 就代表它是一个正的单轴双折射晶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圆球 基本上就是NO 各个方向上面它的折射率都一样 那外面这个椭圆呢 就是我们的normal surface 所以它在k在y方向跟在光轴方向 它的长短不一样 那我接下来可以稍微旋转一下 好我把现在是yz方向 我转个90度 好我转个90度 变成xz方向 那同学可以看到还是长得一模一样 跟我们白板上的推导是一致的 那我现在真正要给同学看到的是 等下我会旋转 旋转到我们是从z轴 也就是光轴往下看 究竟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刚才给同学的挑战是说 同学以数学方程式都会以为 我们的k surface或者normal surface 长得像是美式足球 橄榄球一样 那其实是不对的 它长得比较像是 一个麦当劳的汉堡 好 当我从光轴的方向 逆着看下去的时候 我会看到很漂亮的两个正圆 同心圆 里面这个呢 就是我no的那一个正球体的剖面 它是一个比较小 半径比较小的圆 但是对于我的normal surface 它是一个椭球体 但是在光轴那个方向看下去呢 它也是一个正圆 然后它的半径比较大 目前因为我们画的是一个positive crystal 是一个正的单轴双折射晶体 所以我再旋转一下给同学看 同学要一个真正立体的概念 就是对于一个正的双折射晶体 它的normal surface的椭球 它的长相比较像是一个汉堡 而不是一个美式足球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同学看一下 如果是一个负的单轴双折射晶体 它的normal surface又长什么样子 所以负的晶体跟正的晶体 就截然不同了 所谓负的晶体 就代表说它的N1比较小 所以我目前从YZ平面看进去 我的NO是一个正的球体 反而比较大 然后我双折射 这个normal surface 因为N1比NO小 所以它一个完美的一个球体 都被包在这个正圆形里面 好 所以这是我从Y跟Z的平面看进去的长相 我把它转个90度 所以这里到了XZ的平面 欸 长得跟YZ平面看到的长相 是一模一样的 那接下来我开始慢慢慢慢转到 是从光轴看进去 也就是XY平面的长相 同学先预期一下 应该看到的长相 是什么样子 当我逐渐逐渐在转 转到XY平面的时候 仍然是很漂亮的两个同心圆 但是这个时候里面的这个圆 是N1造成的 因为它是一个负的双折射晶体 N1小于NO 外面这个大圈的 反而是NO的一个圆 所以同学现在要仔细来看 我会慢慢慢慢再把 这个3D的椭球转回来 同学现在仔细看 里面那一个椭圆椭球呢 对于一个负的双折射晶体 它真的就长的是一个橄榄球 或美式足球 所以对负的双折射晶体 还有正的双折射晶体 它的K surface 或是normal surface 长相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我希望要给同学一个 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是对于一个负的双折射晶体而言 里面的那个椭圆形 椭圆体 是真的像美式足球 一个橄榄一样 我再给同学看一次正的双折射晶体 的长相 好 正的双折射晶体 the normal surface 长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虽然是一个椭圆体 但是它并不是长得像橄榄 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天田圈 但中间没有一个洞 OK 好 所以我希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 而且生动的一个demonstration 让同学真正意识到 正跟负的单轴双折射晶体 它们的K surface 真的是长相完全不一样的 提升 他可能会变得更好 能感到多狱 睡眠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